讲这个就是里面即便说 它里面还有一些东西 你按Chrome浏览器里面F12 它会有一些标签 你可以去查一下它里面的大概位置 第几个 只要反正它能够放上去的 你都可以抓得下来 但是这个其实还蛮花时间的 但是你做完就一劳有意了 因为资料你随时想要抓就可以抓下来 而且就不用重复了 除非说它的网站又更新了 当然你可能它又改了 你就可能要跟着改 不然的话你的最后显示还是会有问题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demo一下后面 这个范例还能做出什么样的效果 大概不外乎是这样 假设我们等一下希望做出大概几个 因为总共有33档类谷 我希望一个坑的帮我自动下载这些资料的话 可能会需要做出就是说下面 可能已经有的这些 其实我刚刚已经批词下载了 下载下来的东西 当然demo一下 第一个就是删除旧的工作表 按下去底下的资料 底下的工作表全部消失 第二个批词新增工作表 按下去 底下会自动帮我新增工作表 的名称而已 可是里面还没资料 再来就是真的把它删除 再来就是说 我真的按下它之后 它会自动全部帮我 真的把资料 从网路上抓下来 再放到那个工作表 反正是分阶段的 因为我怕说一下子 直接抓 直接跑那个回圈 你们可能有些 有些 应该是没办法 没办法附和的 有些 这个没办法 就是 因为程式的东西是这样 那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因为你没有办法一下子 跟你的那个 人脑跟电脑不相容 所以你要把人脑变电脑 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些 它做完之后 类似像这样 那之后呢 当然我也做了一个 比较新的版本 这个版本就是 在上课的时候 突然有同学说 老师你那个抓好久 我都不知道说 到底抓什么地方 到底是不是有抓 还是没抓 还是当掉了 所以他就说 一般的那个 不论是一些 应用程式也好 或者是说 手机的app 当他在跑的时候 最好能够跑百分之多少 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一下 所以后来 我就写了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难度比较高 就是按下它之后的话 会跳出一个下载进度 跑一个什么呢 百分之多少 有没有 这样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下载的 有没有 那底下就让它下载 下载完之后 它就关起来 OK 不过这个可能比较华丽一点 但是华丽的 华丽是必须要付出代价 也就是这个地方 背后其实是用一个表单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还是需要了解一个表单如何制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总共会有哪些重点 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来看新增好了 批示新增工作表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 这个先不要储存 OK 那请各位一样 开启刚刚的东西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 把下面的这些原来下载 把它删掉 OK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按照我的需求 就是说 这边总共有33个类股 我希望可以按下某个按钮 也许就批示新增工作表 它自动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33个股票的名称 加进来就可以 里面还不要放东西 因为我们分阶段来看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如何批示新增工作表 并且把名称变更 那这边的话 首先第一个 一样到那个visual basic里面 那我们 基本上 这边可以先插入一个什么 程序好了 这个程序名称 这边也许叫做 批示新增工作表 按确定 那这个批示新增工作表 基本上你的来源 是从A栏里面资料 A栏里面的第一列 一直到33列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 跑一个回圈 其实这个就是批示的话 一定要跑回圈 那我们就是 4i等于1到33 NAS 我打一个NAS 然后做什么事呢 帮我新增工作表 那特别注意 工作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知道 Eseal里面呢 用哪一个物件 去控制工作表 那这个时候 就要想到去词 去词 记得加S 去词点什么 点add add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去帮那个工作表新增 OK add一下 那add后面的话 它会出现说 你是要add 新增到哪里 那我是要before 特别注意 那新增特别注意 是前面还是后面 当然是后面 所以打一个参数 叫abs 那参数记得是冒号等于 它传递参数比较特殊 冒号等于 等于什么呢 你要告诉他说哪一个 那我要请你帮我新增工作表 新增到哪一个呢 一律新增到最后 那最后怎么叙述 特别注意 就是这个的叙述比较特殊 叙迟瓜糊 叙迟瓜糊 然后 最后一个 叙迟 一样 点抗 总共有几个 就是告诉他说 一律好 帮我去查一下 他总共有几个 你就帮我新增到后面 这样子 他就会自动帮我新增 而且有33个 那这个时候 当你打完这一行之后 直接执行 你会发现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33个工作表 可是名称不对 那怎么更改名称 很简单 把那个最后一个 因为你新增之后 他一定在最后一个 你就把那个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后面的名称 Ctrl C 移到下面来 点 Name 它的名称 就是这个工作表 新增的工作表 它的名称等于什么 等于 我现在的A栏里面的 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A栏 第几个 I列 所以 抓会抓水泥 把水泥的名称抓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 打一个Sales 挖壶 第几列呢 第I列 会先抓到那个 水泥这一列 因为它从E开始 逗点 A栏 所以你这个地方 Sales 打一个A 他就知道说 你在A栏里面 帮我抓资料 抓完资料呢 帮我把这个的名称 写到 我新增的这个工作表上面 我们来试一下 其实大概就是四行程式 外面一个回圈 里面一个新增工作表 加上 重新命名 这个还蛮重要 因为以后 如果你要做大量的自动化 反正网路上来的资料 不管几个 反正你网页数量 一直抓 一直丢 OK 那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处理 那我们来试一下 跑的话 如果你没有把握 我建议你是按F8 F8就组航了 F8 这个时候 他会停在 I的话从1开始 这个 add的动作 after F8 你会发现 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时候 他会自动帮我在 这个工作表后面增加一个 可是名称还没改 那一样再按F8 看一下 OK 这个时候他跟你讲 我找不到 找不到什么 找不到名称 为什么找不到名称呢 增错一下 这个时候 在Sales A1里面 他没有名称 可是你却要抓名称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注意 在前面的范例 也写的不太一样 这个地方怎么样 你必须告诉他说 我的名称是在 第一个工作表 抱歉忘了 这个 你可以跟他讲说 在第一个工作表 怎么告诉他 你可以直接在 哪一个工作表 加一个序词 刮胡 叙述方式 你可以用1 或者股市当日行情表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我们用1好了 反正在第一个 加一个点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名称 是在第一个工作表里面 你帮我抓出来 然后帮我写到 这个名称上去 OK 你按L8 好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 水泥被你变更了 好 那基本上后面都一样 所以 如果你按L8 确定没问题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直接按一下上面的直行 有没有发现 底下 就会自动帮我增加 33个工作表 回来了 OK 可是好像最后应该 新增完之后 最后回到第一个 比较贴心一点 所以你的那个 user的那个 experience 最后的话 最好让使用者感觉贴心一点 所以你可以讲 去词 刮胡 第一个 怎么样 切回去的话 那就是点 什么呢 select 所以 arrange sales sheets 其实这些 都是用slide 就可以了 反正你slide 它会怎么样 切回去 OK 不过这个时候 你不要再跑一次 因为 它里面的名称都一样 那工作表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怎么办 请你增加 第二个程序 批次什么 删除工作表 所以怎么样批次删除呢 把批次新增 把它贴上 改一下 批次删除 这边的话 名称更改一下 删除 OK 好 那删除的话 特别主要是 deleach 所以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新增部分 等一下的话 再来看那个删除 那新增有了 删除有了 再来就是 新增之后 加上什么 从网络上下载的 这个程序 下载下来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不就批次了 OK 所以大概分阶段来看 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何批次新增工作表 我把这个程序 一样放在云端 其实理论上 云端上就已经有了 只是说可能之前写的 不太一样 我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这个是第一段 汇入 修改 我是有增加一列 就是类鼓跟王子 所以 如果你要直接用我 云端上面的程式码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多插入一列 那上面的话 就是给他 顶多给他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类鼓 然后这边的话 是他的王子 顶多是这样子 因为不然的话 直接拿网路上的程式码来用 可能会跑 会有点问题 那我这边的话 直接 就是直接把云端上面这一段 新增工作表 这一段把它复制贴过来 应该就可以用 如果说你对于 程式的撰写 比较不在行的话 那可以直接用 顶多我是把 那个刚刚的类鼓名称 先丢到一个X 再利用这个X去重新命名一下 其他都一样 所以我这边执行起来 就直接自动 最后会切回到第一个 所以感觉好像蛮流畅的 第二个是删除旧工作表 那里面的话也是从云端上面 但是特别注意就是删除旧工作表 记得就是说我这边多了几个东西 外面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其实这边到底有什么差别 第一个就是说 刚刚如果是新增的话 是add 但是如果说删除的话 就是哪一个删除 第1个删除 点delete就可以 不过特别注意 我这边有个写法比较特殊 因为删除的话 如果你把第2个删除之后 你会发现 第3个会递补到第2个 变成你那个顺序就乱掉 本来你应该删第3个 可是第3个跑到第2个 那你变成你要再减1 然后你又删掉第2 它又一直删 它又一直递补 所以后来我发现 比较简单的写法 只要是删除 我都从后面删回来 这样就解决了 不然的话 你还要再加1减1 有的时候真的很麻烦 倒不如怎么样 就是直接从后面删 那后面删的话 这边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回圈 要倒过来 所以倒过来就是 训识点抗 也就是说我最后面那一个到第2个 因为第1个是我的清单不能删 那这边后面加一个step-1 就是到step-1 就是越来越少 预设的话step-1越来越多 OK那特别注意两个 就是先最后那一个 再到第2个 step-1越来越少 然后把抓到的这一个 最后面那一个也许是34 丢过来 6的34 第34个帮我删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一直把它全部删完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删好 假如这样 这个程式码加上去了 删除 OK 那这个时候 直接执行 删除 不过正常状况 我不知道是2006的关系 正常状况 它应该会跳一个align 是否删除 是否删除 这个工作表 OK 因为新版它不跳这个 如果说假如 你们是旧版的话 那个是否删除工作表 它会一直跳一直跳一跳 变成说如果你要删除 总共33档类鼓 你就要跳33次 一直跳 一直删一直 那这太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把 是否删除的 那个画面关掉的话 特别注意 你在负回圈外面 你要打一个application 开关是由application管理的 application指的 就ecell本身 ecell里面的 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 DIS 就是DIS 大概你打一个DIS 会出来 DIS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那记得最后跑完回圈之后 记得还要再把它怎么样 打开 不然的话 以后该提示的 就全部不会提 所以最后再打一个true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 把那个开关关掉 那就可以删除我们要的部分 新增 OK 那待会的话 再来看就是说 当我新增 不只是新增 我要能够新增 并且下载 我要的 那个网址里面的东西 放在哪里呢 放在A1里面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势必就是需要 怎么样 把刚刚写的那个 录制去期的去期一 我把它改成股市下载 那把这个股市下载的这个程序 放在哪里呢 放在新增工作表里面 当他新增了工作表之后 然后再帮我下载股市资料 改完就可以乱了 OK 不过特别注意这个 因为三叶商栏股票 花的时间可能会非常多 会跑很久 所以我是建议干脆怎么样 在那个什么 中间也许 把它中间插一步一裂 就是让他不要全部跑完 我大概跑个三四个就可以了 意识一下 好 那这里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批示 除了新增工作表之外 也可以 批示的把那个网路上的资料 帮我放到指定的工作表里面 OK 好 试试看